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七個帥哥名 好辣醫師團 大家都說肝是沉默的器官 其實他也是會發出 求救訊號的你知道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教你 如何保護你的肝臟哦 今晚的三位藝人 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根據衛福部的死因叫 什麼肝硬化 肝癌 慢性肝病 肝硬化為 全國主要死因的第九位 但是肝癌卻是排名到第二 可是第二 以前最早的人說 因為我們喝酒也沒什麼節制 吃東西也沒有公塊母吃 火鍋就拚命吃 在這個餐桌上面 就是筷子飛來飛去 調查發現高達6成3的上班人 對於保護肝這樣觀念 還是不正確 肝是沉默的器官 但是我們之前醫生有講 肝到某一種程度還是會痛的 不過等痛起來 大概也沒什麼救來不及 對 可是為什麼大家 已經都會打疫苗 這種肝病為什麼存在還這麼高 我們開始打B肝疫苗 事實上是民國76年以後 所以意思說現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有打疫苗 很健康 可是30歲以上事實上是沒有打疫苗的 我們現在代元率還是大概15% 所以你說排名級那麼前面 是年紀大的在 對 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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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造成的 不是 我們這一批都過去了就沒機會 沒有啦 那我們現在政府打來得及嗎 可以啊 你可以去試試看 還是可以啊 有 並不能打的 假設 有代元的就不行 已經代元再打是沒有用 對 如果你沒有代元可以打 那有血管流 肝有血管流的人可以打嗎 那沒關係 沒有關係 可以打 沒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 肝癌警訊報理債 有疲勞 食慾差 所以我們不會有這個問題嗎 我有疲勞 食慾差 我 我創感到疲勞 疲勞是有 但是注意是 紅茶的顏色 就是很深的 所以綠茶不算 綠茶不算 那琥珀是正常的吧 等到你變成說黃膽的話 事實上就是比較嚴重 所以剛剛瓜哥講的這些症狀 事實上都是比較末期 比較嚴重的肝病 真正的肝病 即使它GPT 就是肝功能的指數 它能四五百 它可能一點症狀都沒有 它也可能長了一個肝癌 已經五公分 十公分 它也不見得有症狀 所以這種肝病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先確定 你自己有沒有B型肝炎 C型肝炎很重要 特別提醒 我們現在我們的健保局 每一個人 55年次以後出生的人 每一輩子可以做一次免費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沒有 去檢查你有沒有B肝代源 先這張圖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是肝病事實上分成三大類 也就是說 一個是病毒性肝炎 也就是A B C型肝炎 D型肝炎這些 第二個是 我們所謂的代謝性肝病 這就是脂肪肝這一類 就吃太好 吃太好 對 最後一個就是化學性肝病 這個就多了 像 我們講的 空氣污染 吃藥 喝酒 都算化學性肝病 所以其實這樣講肝病的話 一定要先分清楚 你究竟是哪一種肝病 因為每一種肝病 它的處理方法都不一樣 可是病毒性肝病怎麼來的 病毒性肝病 像A型跟E型肝炎是飲食傳染 B C D型肝炎是血液傳染 所以你在吃大的火鍋裡面 如果用筷子在那邊撈 是會傳染的嗎 A跟E才會 A跟E B C D是傳染 但是你如果有抗體就不會了 對 A型肝炎 假如得過的話 事實上也不會得了 肝臟是很沉默的器官 為什麼 因為那個肝臟 如果你的功能沒有喪失70%以上 幾乎你都感覺不到 肝臟其實很厲害 像我們有時候幫病人做切肝的手術 明明都已經切掉一半了 可是你半年之後再照 它快不完全長回來了 都有 所以肝臟的栽症能力是很強 所以這也是有壞處 就是通常都要很嚴重 它才會有症狀 其實像我自己就有遇到過兩個案例 有一個病人 他是40幾歲的年輕人 他來的時候就跟我說 我一看就知道他全身很黃 我就說你為什麼來照 他就說他覺得他全身很黃 我說你自己是發現的嗎 他說沒有 是旁邊人叫他來的 他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是慢慢的 其實他覺得他自己還好 他只是覺得他這半年會 他自己有感覺 他小便好像有變化 但是因為是日積月人 他久了看一看 他還以為自己對他來講是正常的 他根本就沒感覺 旁邊人實在覺得他怪怪的 就叫他來看醫生 然後我就在問他說 那你這半年有沒有什麼感覺 他就說他這半年 食欲都非常差 後來我就幫他做一下 那個病情肝炎 心理肝炎檢驗 因為我一看就覺得他有問題 再幫他掃個肝臟超音波 結果一檢查出來 他是有鼻肝 沒錯 然後他肝臟裡面 也是二十幾顆肝臟腫瘤 一來就是肝臟末期 其實他就問我說 他為什麼會覺得 這樣換肝都來不及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換肝 對 最後他又再吃不要把治療 所以又活了一年多 後來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 為什麼肝臟會有這麼多的症狀 比如說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肝癌而已 那為什麼會食欲不振 其實身體裡面所有的器官 不管是腸子 或是胃 或是脾胀 最後的血液都是要灌到肝臟裡面去 所以當你肝臟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肚子裡面的所有器官 幾乎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就直接表現在你的腸胃道 你就是會食欲不振 可是這個食欲不振太多了 因為你腸胃炎也會食欲不振 所以大家都沒注意 心情不好也會食欲不振 也會食欲不振 所以大家都沒有注意 他都一直到後來放肝臟 可是我們通常沒有食欲不振 那應該還不錯 所以肝臟還可以 肝臟不好一定就是食欲不振 肝臟不好的人食欲不會好的 但是實在有太多人的毛病 就是太多疾病都會引起食欲不振 所以你不會去注意的 如果臉色變黃就一定是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你變黃 基本上不會先從臉色 會從眼白 眼白的地方 會先看到 眼角 那個一看 那個叫人家往上一看 會非常的明顯 你說面黃肌肉 可能是你營養不良 跟肝臟也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肝是切完它會長回來 肝其實是很好去救吃 肝會長回來 肝會長回來 有患肝失敗 有 其實那個就是 為什麼 其實切掉80%的肝 它都夠用 20%就可以了 它會慢慢長回來 可是腳整個已經硬掉了 那就麻煩了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 大概十幾年前我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哥哥 他說 人不太舒服 就吃不下飯 有點黃黃的 說叫我幫他做一下檢查 超音波一做 肝癌10公分 不能切了 因為測完它是B肝 可是去找了幾個外科醫師 他說沒辦法切了 十幾年前那時候 換肝還不是這麼的普及 他跑到 因為找不到肝 就跑到大陸去 最後死在北京的醫院 換肝成功 兩個禮拜後死亡 可是為什麼是家屬 比如說兒子捐給爸爸 那個可以這樣 他要比對嗎 只要選型一樣 一般只要比對選型 選型就可以 這樣為什麼超過10公分 就不能切了 不是 是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肝臟竟然這麼大一個 你肝臟腫瘤在那邊 為什麼不能切 基本上是這樣 那個是算出來的 標準是說 你單顆的腫瘤如果小於5公分 或是你很多顆 但是你小於3顆 而且每顆小於3公分 基本上你去做肝臟切除 或是去換肝 其實效果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超過這個標準之外 你再去換肝 你效果都不好 就是你好像你換了下去 好像很成功 你兩個月 三個月 你肝臟也長得很好 也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因為你一直在吃免疫 這些關係 其實你的免疫是有問題的 而且事實上我們都講說 你那個肝臟在那邊 就好像我們常常問說 為什麼切完肝之後 就是你剛剛長一顆肝癌 你切掉之後 為什麼你5年的復發力 有60%到80% 因為事實上是你那個整個肝臟有問題 你那個整個肝臟很容易長癌症 不一定說有人他切完肝之後 他一年之後又再長好幾顆 他都問我們說 我這個是不是上次沒有切乾淨 其實並不是 是因為你那個裡面早就 你那個肝臟整個有問題 而且是很有可能是 之前本來就有 只是還沒長大而已 所以常常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說 如果你超過我們那個標準 你不管是切肝還是換肝 其實對你來講 都沒有很大的幫忙 另外就是說 剛才薛醫師他們講說 肝臟其實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你有症狀通常都很晚 而且當然也不只是像剛才講的 什麼小病人問題 其實我就有遇到一個案例 他就是上腹痛 他自己以為是胃痛 因為現在去外面買胃藥很發達 他自己去買胃藥買了半年 他是因為半年都美好 他覺得他自己 他怕自己得胃藥 所以跑來找我 要求我幫他做胃鏡 就胃鏡一照 他胃好的要命 一點問題都沒有 結果超音波一照 哇 又完蛋 這邊沒有膽結石 可是左肝的地方 有一個15公分的左右 很大15公分 他為什麼會痛 其實是因為他已經吃 是他橫膈膜在痛 所以他一來也是 也是接近末期的 不過那個病人 我們還是有把它手術完 手術完之後 他也是一直復發 就一直做酸塞 他擋了三年多 後來還是沒辦法 你看到沒有 等你發現有痛苦的時候 都很慘了 而且肝臓管了非常多的功能 例如說他會製造一些蛋白質 跟我們的泥血功能有關 而且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腸胃道的血液 其實都會回到我們的肝臟 其實他就會經過一個叫做 門是那個大門的門 他好像是一個 腸胃 就是我們所有腸胃道的 一個血液的收納庫一樣 所以這個 當肝已經硬化了 有狀況 其實門脈的壓力很高 他其實血液回流不好 你的胃食道 你的胃食道的那個靜脈 就會曲張 曲張到一個狀況 他就會破掉 鋪到大出血 那再加上肝臟會製造一些 和泥血功能有關係的蛋白 而且他可能也會造成疲借腫大 會消耗掉我們的血小板 所以泥血的功能 整個狀況都會很長 像我之前就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本身是吸乾的病人這樣子 他來的時候就吐血 而且他那個血量 大到就是我們幫他洗胃 都洗不乾淨 他血就是一直冒出來 一開始都是鮮血 我懷疑是 可能是食道靜脈曲張破掉的出血 那真的是出血量太快了 我們已經幫他輸了20幾單位的血 我們打了一個大條的那個靜脈管路 來大量幫他灌血 然後但是他出血真的是太快 腸胃科覺得胃精已經沒辦法止血了 所以我拜託他們來 先幫我大概抓出血點是在哪邊 那他下去看是在那個胃的地方 那最後 不過很幸運的是我們輸血他去開刀 他是有活著 他去檢查不只是洗肝 也是有長了一顆腫瘤 而且那個腫瘤已經有造成 一些靜脈的血栓了 所以整個也是 那時候檢查也是默契 雖然他最後是走著出院 其實剛剛我一直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人會對過去的 有一些什麼連續劇的印象 好像肝癌的人 最後死都死在大吐血 對 他大吐血其實就是他剛剛講的 因為戲都讓演啊 都是 沒有 但是這個其實在某個程度上的確是這樣 因為其實肝臟 它有一部分是跟我們擰血功能有關 所以當你肝臟不好的時候 你的擰血功能會下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在我們的胃食道 就是胃跟食道交界那個地方 其實有一些靜脈 那這些靜脈它又很容易 有些肝硬化它很容易喝酒 所以它常常會有嘔吐的狀況 所以等等的情況 造成那邊的撕裂傷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大吐血的狀況 我們剛剛其實一直在講說 B肝C肝 比較少講到其他 是因為像A肝其實它不太會慢性化 那一般B肝C肝的話 我們都說它是三部曲 就是說一開始就是 那後來可能慢慢肝臟在慢性的發炎 慢慢的肝硬化 然後之後肝癌 這個我們叫做肝病的三部曲 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 你在前面的時候把它預防好 所以現在政府其實有補助 就是像B肝C肝帶緣的35歲以下 每年可以做一次檢查追蹤 然後35歲以上 每半年就可以做一次 可是其實有一個族群的人 他們就是扣誰 然後就是不檢查 就是有一些 你比較年輕的男性族群 像我之前有一個36歲的男性病患 然後他就覺得他自己身強體壯 然後就是覺得 我又沒有不痛不癢這樣子 不過其實他在高中的時候 入學檢查就被檢查到肥肝帶緣了 但是他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一直到最近這半年來 他就發現說 他真的很容易疲倦 每天都睡不飽 然後以前可能睡六七個小時 醒來精神就很好 但是現在可能說要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有時候假日說要中午起來 還是很累 然後另外就是他覺得說 他腹部長長長長的 就是有點腹長不舒服 然後那個太太就也會發現說 他最近吃東西都不太下 就覺得他不太對勁叫他來醫院檢查 結果那時候我們一檢查 因為他有鼻肝的病室 所以幫他做超癮 我檢查完之後發現 那一科也是七公分了 後來這個患者其實也是一年多就走了 那他就留下很年輕的太太跟小孩 其實我們都覺得非常的可惜 幾歲 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而已 三十幾歲 因為我你知道嗎 我是從小 我今年三十二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其實國中我就知道 我是鼻肝帶緣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說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試 好像就是覺得 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然後媽媽也就是跟我說 其實沒有什麼危險 就是你不會生病 因為你好像就是 你會讓人家生病 他自己不會生病 他自己不會生病 對 反正就是說 你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也不想讓我們小孩子擔心 那我是有一 就是上大學的時候 他每一年都要逼我們學生 去做健康檢查 就下學區報告出來的時候 都是紅字 然後就 肝指數 是比正常值高二十倍 然後重點是我想說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正常值是多少 所以他那時候看了幾百的時候 我想說好像也還好 旁邊我有一個正常速度 對 就是我會覺得 就看起來就是好像就 太多十倍嗎 沒有太大的 我沒有太大的警訊 可是我 我是開始我就是 很累 我很容易就是真的就是睡不飽 然後常常就是 起來的時候 胃口好嗎 那時候 我不記得胃口好 因為我以前很挑食 那你肯定不會好 對 所以然後重點是 我人變得很黃 人家就說 你怎麼最近黃黃的 我還想說有嗎 因為我一開始是眼角的 畢竟好像是黃黃的 我想說可能就是 沒睡好 而且小時候媽媽就說 出生的時候就有黃膽 然後就想說 大概就是 就是一切都是覺得 都是很正常的 黃膽不會那麼久 對 都是新生和黃膽 對 滿久的時間了嗎 對 新生和黃膽不一樣 真的嗎 然後反正我就是 沒有太大的警訊 是有一次就是想到說 我媽媽說我是B肝帶原 那好像肝指數有點不正常 我就上網查 我是上網查了 他就說 如果你的肝指數 超過20倍以上 你就要小心會就爆肝 會就這樣 猛暴性肝 會走掉 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有個學姐 她就是突然在公車上 就這樣子走了 然後我才去想說 為什麼我會有一個 健健康康的人這樣 我就去查 我就才害怕 我才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才就說 你要好好休息啊 不要有年輕人啊 你就可以熬夜啊 然後他就給我吃一些 就是只是開了個 黑黑的飽肝藥給我 然後就叫我吃 然後我就之後 我就會比較注意 就是每年都會去抽一下說 我的肝指數正不正常 阿諾你去抽血 有沒有在做什麼超音波檢查 沒有醫生叫我做這個 穿過一定要做 不可以只抽血 這確點有非常重要 因為醫生幫你檢查完 他就說 你指數都正常 所以叫你回家 不行 每半年喔 事實上健保局對這件事情 你就B肝肝 只要確定是代員的人 每半年就是要做一次檢查 我就是做超音波檢查 才檢查出我的肝有血管瘤 對啊 對 不過血管瘤沒有問題的關係 對啊 比較沒有事 但他還是有叫我抽血 因為他說怕我 因為他說我很靠什麼上 就是靠近腎臟還是哪裡 我忘了 因為他可能血管容易 碰撞到其他器官 受傷的意思嗎 對 反正他就還幫我驗血就對了 因為血管瘤其實還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他過大科 或是他比較靠近這個邊緣的話 比較容易因為一些 比如說碰撞 或是比較激烈 像車禍什麼 造成內出血比較嚴重的問題 對 那猛爆性肝炎是怎麼來的 猛爆性肝炎 所有的這些肝病都有可能 包括ABCD 對 就是說他忽然間非常厲害 就刮掉了 所以他現在追蹤的原因 就是說他當然有可能會 追蹤的原因是怕說 因為B肝最後變成肝硬化 肝癌而不知道 所以奇怪 既然知道帶緣為什麼不能吃什麼藥 來把那個原消滅掉 其實帶緣的人現在很重要的是 你要先知道說 你到底體內有沒有病毒 有些帶緣者體內完全沒病毒 是不需要治療的 我們現在在治療都有藥物 都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藥 口服藥就可以一天吃一顆 那你就是要先確定你體內有病毒 那就可以接受治療 有一個建議 我猜你是因為你GOT GBT 肝功能的指標都是正常的 所以他醫師覺得說 你就不用驗了 事實上有很多人GOT GBT正常 可是他的病毒量是好幾億的 那我們一般病毒量 只要超過2萬以上 就一定要接受抗病毒治療 他病毒也是抽血嗎 抽血就知道 但是這個時候 假設你GOT GBT正常 健保局可能不會給付 其實你這個時候 只要跟醫師講 病毒檢查的錢 我願意自費驗一下 大概2千多塊 大概就可以處理 健康很重要耶 你在講 救你一命 多快 我們認為每一個B C肝的患者 都要知道自己體內有沒有病毒 那是最基本的 還有我們很好奇 就是說大家常常開玩笑 董事成最愛開玩笑 都喝酒 他說喝了我的肝 這樣就可以到三億去雕刻了 肝硬化真的會很硬嗎 因為一般的肝 比如說剛才講的那些肝炎的話 發作什麼肝 那種肝硬化 肝硬化有兩種 如果你是病毒性肝炎 造成肝硬化你的肝是變小的 可是如果你是喝酒造成肝硬化你的肝超級大 對 我們有看過那種病人 喝酒去弄 他可能因為其他原因去開刀 一打開就會看到肝臟 快要沾到腹腔的一半 會變很大 會變很大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 其實像補肝 大家知道自己肝不好之後 就會開始想說 我要怎麼樣保護我的肝臟 但是這邊要特別講的是說 大家可能會去買一些薄肝的食品 可是我覺得大概有三點大家要注意 第一個是 他一定要通過檢驗 不要去買一些來路不明的 第二是說 因為其實你任何的東西 進到體內都是肝臟代謝 就算是它是飽肝的東西 你進到太過量之後 太過量之後 它一樣就是會造成說 就是肝臟代謝 很多電視都廣告直接講 都對肝有用了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醫生也都很困擾 就是有時候病人會說 那我是不是就是要多吃一些險經 多吃一些什麼靈芝 什麼牛叉肢 對 然後像之前有一個患者 他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60歲 然後也是 他發現肝癌的時候很早期 他發現的時候 其實還有治療的空間 可是他回去之後 他的鄰居就跟他講說 就是西醫很上身 這些鄰居親戚就說 不然我抱給你吃這樣 然後你就吃牛腸汁 而且要吃野生的 不要去吃那種生化合成的 那個沒有效 那大家其實知道 去哪裡找野生的 對 現在拿什麼野生的 那個是山老鼠 對 現在很貴 現在的那個野生牛腸汁很貴 他就跟我說 他這半年來花了快一百萬 買那個野生牛腸汁 然後他這半年就都沒有接受任何治療 半年過後他在家裡面 就是突然意識不清 倒下去之後來 其實就是 就是很末期的肝蜜 對 然後後來來到安寧病房 其實過幾天就走了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種牛腸汁真的是 就是 第一我覺得是你要合格 而且其實牛腸汁有些問題 是他可能會有些細胞的毒性 所以其實 肝不好的人吃了真的是 會不會是他沒有買到野生的 其實應該是講 這些所有的保健食品 不管是牛腸汁險經 或者是 有些人是吃一些芝麻素這些 他們會看到說 什麼衛生署任何 他對肝臟的保護有效 他其實是針對小老鼠 然後讓小老鼠經過一個化學性的 傷害他的肝臟 再給他吃這些我們說的一些保健食品 去看他比較說 發現他指數有下降 他就給他認可 但是並沒有做在人的身上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是其實我們很多的肝癌 就像剛剛講的 幾乎90%的肝癌 其實是來自B肝跟C肝 換言之它叫做病毒性的肝炎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保健食品 他對肝臟的保護 其實是在酒精性跟化學性 而病毒性沒有保護到 可是很多年前我跟鄭醫師 他算肝的全用 他說其實肝是沒藥醫的 肝是最大的就是休息 不是靠藥物 對 事實上我們的藥物 我們沒有真正的藥物在保肝 沒有這種藥物 對 其實應該這樣講 因為他講那個觀念應該分三個 就是他剛才講那個牛肝汁 還有那個像 其實很多病人 我手上很多病人 他們自己都會去買靈芝 買牛肝汁 為什麼很多肝癌病人要吃這個 因為這兩個藥物 人家會宣證除了保肝之後 他還抗癌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他就覺得他買了很貴的靈芝 或買了很貴的牛肝汁 他就不接受我們西醫的治療 因為他覺得他那個是中藥 比較不會傷身 真的有人這樣子 也是花了好幾百萬 後來回來之後也是 變成末期才來找我們 可是來找我們的時候 總是不要拔 我想要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說目前已經一顆腫瘤了 真的要找外科醫師 對 能夠開絕對是首選 不能開才會去尋求別的 像說我們那顆打個酒精 或者打一些藥劑進去 做注射的治療 或者做所謂的動脈酸塞 但是那個是第二第三件的選擇 第一件選擇 一定是先找外科醫師 看能不能開刀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看那個腫瘤 轉整轉給外科醫師 所以千萬不要去找一些 什麼其他健康食品 我們在門診上 真的會碰過這個 像以前我老師 許其川教授他常講說 我們很多肝癌病人 不是病死的 是被自己嚇死 所以診斷說一顆腫瘤 那就躲到深山去 好 開始吃健康食品 結果過幾年再下來 就好大一顆 3公分以下 叫小肝癌 很好開 可是很多LINE的故事 也寫得很聳動 某些名人因為得病之後 他終於到哪裡深山買一塊地 後來病情好長來分享 很多這種故事賣 然後自己去深山裡面藏百草 阿童就是被他吃到 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說 這種故事不知道是勵志 還是害到人 因為所有東西都會有特例 所以你講說那些東西 說什麼牛樟汁 靈芝 確實有人 也是那個是真實的 確實有人吃的那些東西 腫瘤消了很多 所以他們把這個故事 拿出來分享之後 就會給大家一些錯誤的觀點 我覺得還是你要尋求 可能幾千件只有一個 對 結果死到九百多個人 對 就好像我們西醫打化療 有幾個人 我們打了一百個人 也許九十個成功了 有十個被我們打完之後 可能兩個禮拜就死了 可是大家就會渲染到十個 所以我們西醫很慘 所以我們西醫每次一打化療之後 病人就很慘 就反而人家不敢來西醫 你終於吃了一百個人 再成功一個 有一個不用看西醫好了 就渲染到好 渲染到大家這樣子 像人家跟我說 肝就是排毒的一個器官 所以基本上我飽肝的話 我是連藥我都不喜歡吃 我就是如果感冒的話 我都還會跟醫生說 醫生我有鼻肝帶原 所以我可能可不可以不要吃一些藥 因為我想說我會怕他會 就是會傷肝 那妳很奇怪 妳既然這麼保護你的肝 妳有鼻肝帶原來都不去看 就是 就是 他不是要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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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醫師 醫生只有叫我長鞋 還是妳真的看錯科了 你看到婦產科學 沒有 我剛剛不敢帶腸胃科 然後他 他只能一直追蹤有沒有懷孕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保護他的 你看我都不帶亂吃藥 而且像你們說要休息 我也都是 一直睡覺 對啊 我一直睡 你知道我最高紀錄 我可以一天就是醒來四個小時而已 就是 我就是希望 那妳可能要去驗一下 妳的甲狀腺跟妳那個肺固醇 是不是太低了 是不是腎上腺功能 妳會上完節目一生病 我也是 我到現在也是要睡超過八到十 我最高紀錄 我只要沒有短腦中 可以睡十四個小時 對啊 這不太好 其實我們還是不建議 我們正常睡眠時間是六到八小時 對 我也是太多了 所以這也是一種問題 可是起來就會很累 因為比如說你看 我睡十個小時 我起來 我想說我剛剛精神飽滿 我可以做事 那我可能跑完一個通告 然後一回家 我就立刻就會是覺得非常疲倦 我又可以再睡個四五個小時 甚至就是這樣睡下去 有阿諾其實有跟我講過他的症狀 我記得他說全身健康症狀 因為問題可能不再單純的這個問題 搞不好是人內分泌已經有問題了 但是我講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人 就像我們講說那種保健食品來做護乾的動作 其實有些人會拿B群來做那個喝酒完之後 他會喝酒前會吃一顆B群 因為其實B群它裡頭鹽鹼鹼酸 可以代謝掉一些酒精的成分 所以其實之前就有一個這個 他算是因為需要一些應酬的一些活動 所以他就會一直用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咖啡 就是他邊喝酒喝完酒還會去喝咖啡 因為他想要讓他自己清醒 第二個他就一直不停的灌B群 所以他其實一直以來他都覺得OK 他的疲倦感什麼 其實都被咖啡跟B群給壓住了 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來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已經是 只是他已經拖了一段時間 而且他都是弄這個撐過去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些疲倦症狀 就被消除掉 那瓜哥其實你剛剛有提到那個險經 險經我們其實之前有個 不是 以前人家買 我就會說你神經病 你喝酒就是為了要醉意 醉意 你還買了這個不要有醉意 這是什麼意思的 可是真的 我們真的有這種是為了應酬 他應酬不一定是真的想喝酒 所以他就會為了要讓他清醒 他就會用一些這個我們說 免得被尖兜了 對 男生 就會像偏方 可是其實像剛剛有提到險經 或者是一些像基金這類的東西 他的確有讓你精神比較振奮的作用 可是我之前我們就有個病人 他其實是 他是B肝代源者 可是他因為他知道他是B肝之後 他就開始使用一些這個 我們說就是像險經類的東西 那我當時本來看這個病人 是看他高血壓 我們越看我覺得越奇怪 他第一次來吃一顆藥 第二次來加成兩種 後來越加越多 加到三種好像還控制不住 後來我們才真的 因為越來越怪我才請他 就是我才問他的病史 後來我才發現說 他其實因為B肝的關係 他就喝了險經 其實險經裡頭 險經跟基金都有個特點 就是他的 他是早中晚喝 然後還會突然在中間想到喝 就把他當水喝 他的險經喝到很誇張的程度 所以後來我們就請他險經停掉 因為他的 就像我們剛剛解釋的 他其實B肝對險經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跟他解釋完險經停掉 他其實血壓就下來了 就回到原本一顆藥了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都認為說 很多人他對護肝的知識 其實不夠正確的時候 你會除了你的這個護肝沒有護到以外 你可能還會連接其他的症狀 也會跑出來 對其實講到護肝的保養品 很多人最容易去接觸的就是 他有在喝酒的習慣 可是他又戒不掉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關係 所以他必須要找其他的途徑來 彌補他喝酒的這個問題 像我之前訪釋的時候 最常其實全台灣 護肝的保養品是大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 像之前我遇到一個伯伯 他也是有喝酒的習慣 已經酒精性肝硬化 然後他就出國 親戚朋友出國 就從歐洲買回來什麼 他不是買什麼五味子這些地方 他是買什麼東蟲夏長 朝鮮劑這種東西 然後我去訪釋他的時候 他就 因為他已經營養不良了 就是他本身的胃口是很差的 然後他給我看 我根本也看不懂 因為那是法文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對 所以後來到之後還是走掉了 另外一個例子更好笑 他就是也是喝酒 然後後來也是所謂的神農藏百草 因為他戒不掉 所以鄰居就說 我有從那個山裡面採回來 一些就是藥草 把你把它泡在酒裡 你又可以喝酒 還是喝酒 你又可以補身體 他就 然後因為家屬反來就反對他喝酒 但是他有這個理由說服家屬說 我不是在喝酒喔 我是在喝藥 酒 所以 喝的量也比以前更多 他當然適合喝我那個 有人送我一瓶那個 紅蚯蚓泡的酒 也是可以誤餐 為什麼 我可以講 我可以看醫師的 我可以講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蚯蚓戰生能力很強 所以你把它過斷還要長出來 所以呢 他們宣稱喝了這個酒以後呢 如果你肝有缺損的話 他就可以再 那其實 那是你自己想 我們昨天他 思考完壯陽的意思一樣 那個中藥很多道理都是 你說其實他就可以用壁虎 壁虎的再生能力很強 也是斷尾巴 因為醫生群吐吵 我跟你講 我喝的那個時刻精神覺得很好 應該是被嚇到了 後來我想一想說 其實我們喝酒喝低口 我說精神都會很好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他就是 還是使用這個藥酒 後來家屬真的沒辦法 就偷偷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加很多水在他的藥酒裡面 至少讓他稀釋他的酒精濃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很多人會去補東補西 其實都是他真正 最根本的生活習慣沒有做好 就戒不掉對不對 對 像我之前有遇過一個那個 年紀大的那個婆婆 他本身糖尿病高血壓等等的 他其實本身就在吃很多藥物 因為他最近在胸腔又開始吃一些 他被診斷有肺結核 已經不是開放性的 所以他其實還要連續吃好幾個月的 那個抗結核的藥物 那其實他會固定要回來追蹤 那個血液的抽血指數 看肝功能有沒有影響 一些併發症等等的 那他一聽到可能會影響到肝醫師 有跟他解釋一些藥物的副作用 所以他就想 那我應該要來吃一些 那個飽肝的食品 所以鄰居就跟他介紹了一個 來入不明的藥粉 一瓶要六千塊這樣子 他就是每天早上起來一口 晚上睡覺再一口這樣子 他那時候會來急診室 因為他連續這樣吃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是也是 都會一直很想像 全身都很疲倦這樣子 那來的時候就 對 那一開始還想說 會不會只是藥物的副作用 後來是他家屬又帶的時候 他最近就是加了這個中藥之後 他其實應該是有產生一些 中藥吸藥的交互作用 才讓他的肝臟忽然有一些 猛爆性的肝炎出現 有時候就是大家吃說 來路不明的藥 有時候他說是中藥 但也未必是中藥 有時候其實是一些草藥這樣子 比如說大家很喜歡聽鄰居講 之前我有個病人來 他就是說 他腳最近常抽筋想來針灸 結果一問之下 就是中間就會聊天 想說會不會是缺乏一些營養素 鈣質這一類的 那就問問問他就說 他最近在種一種東西叫做 南非葉 這個東西就是很好種 然後就聽說就是可以 寶肝抗癌 降三高這樣子 好像神藥 大家就喜歡這種 還有很多鄉下的嗎 他說你回去自己種 如果有的話你自己種 對 而且都聽到寶肝抗癌 大家就整個就是瘋了 他自己有脂肪 他就覺得降三高 降血脂肪很讚這樣子 有用嗎 結果這個效用都還沒出來 他自己就是先抽筋 然後又有點拉肚子 然後又拉到 我覺得看起來怎麼氣色 不是很好 可是哪給我的認可說 他有效耶 就鄰居嗎 因為常常分 因為它這種東西比較苦寒 它喝起來就苦苦的 它苦寒含量 不是每個體質都適 會拉肚子 那可以拿來當減肥藥 減肥有更好的方式 不用幫我意思 那你內杯是什麼 這邊 然後就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中藥的茶飲 因為中醫講得乾 其實不只是幫忙做代謝功能 它其實管比較寬 包括一些自律神經系統的問題 所以說大家熬夜就會有一種 肝火旺盛 覺得很累 現在這個 教大家一個比較簡單的茶飲這樣子 它的成分也很簡單 就是有 對 有點酸的 洛神花的感覺 洛神花茶 山楂茶 口感還不錯 淡淡玫瑰的香味 因為它還有淡斑的效果 就是氣色會比較好淡斑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就是緩解一些熬夜後的那種 肝火很旺盛的不適感這樣子 好棒喔 就是作為保養的一個差異這樣 那是一天可以把它當水盒嗎 是不見得 你煮一天你可以沖蛋當水盒OK 不用煮很多 水還是要喝 你任何東西都不能取代水的 對 你不能把它當水盒 所以要兩千 兩百 兩千CC 兩千CC你還是要喝水 單水的 我們來看看 這些症狀其實都是出了問題 哪些症狀呢 第一個是這樣意思說 男性女乳症 會是這個什麼問題 真的嗎 他是胸肌比較大 那個不一樣 現在他來我們門診 他就覺得這個 感覺上男生也有B罩杯了 其實你去超音波裡面照 他其實是一些肌肉跟脂肪 他其實不是男性女乳症 因為真的男女乳症 你跟超音波照進去 他會看到那個女性的乳房組織在裡面 那還是真的男性女乳症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基本上是兩個原因 像第一個就是你自己的男性荷爾蒙變少 第二個就是你身上裡面的 就是男生裡面的女性荷爾蒙變多 兩個都會造成 這個通常都是藥物造成的 像我自己就有個案例 他是四十幾歲的男性 他進來的時候 他就是他只有一邊 因為一般男性很多人來兩邊 他只有一邊 他右邊一看就是明顯比左邊大 那我用超音波一掃 他確實就是乳房組織在裡面 所以我第一個就問他說 你的睪丸兩個都還在那邊嗎 有沒有影鎬症什麼的 因為我怕他是自己的男性荷爾蒙 至少變少 睪丸很正常沒事 我就問他說有沒有在吃一些胃藥 有沒有在吃一些高血壓藥 這些都有可能會造成男性荷爾蒙 他都沒有 那我就另外我就幫他驗肝腎功能 腎臟功能一驗也很正常 結果一看肝腦 我問他說你有沒有鼻肝 膝蓋有沒有喝酒 他自己說都沒有 結果一驗他有鼻肝 我在小超音波 他已經肝硬化了 所以這個病人就是 很典型的就是因為肝臟功能不好 造成了男性荷爾蒙 因為各位可能不知道肝臟 剛剛一直在講他代謝代謝代謝 他其實除了代謝一些營養素之外 還代謝一些廢物之外 還代謝一些解毒之外 另外女性荷爾蒙也是他代謝的 所以當你的肝臟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身上的女性荷爾蒙就會過多 過多的時候就可能會造成男性乳腦症 另外還就是肝臟 剛才有講到 雖然是裡面所有的器官最後 肚子裡面所有的器官 最後的血液都是灌到肝臟裡面去的 所以剛才有講說 如果你肝硬化的時候 其實血液就不容易灌進去 不容易灌進去 就會腫起來 像我們最常見就是脾臟會腫大 其實就是剛剛江醫師講的 其實這個沒有那麼常見 因為一般人摸不到自己的皮脹 那通常會發生這種問題 其實他是一個意外 所以我們之前其實有病人也是五十幾歲 他那時候他一直都沒有去追蹤 他是一次不小心跌倒 然後跌倒完之後他沒感覺 他是晚上突然覺得肚子非常的痛 因為他的皮脹裂掉 裡面的血造成腹墨炎 所以他立即到急診室 急診室這個醫生一末 欸不對 那個皮脹那種比正常大四倍 所以他就緊急到那個 開到房去開 然後開了四個小時把皮脹拿掉 可是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找原因 他後來才發現 他其實是吸幹代理 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然後他其實已經是 我們說就是已經長腫瘤 所以他變成這個肝臟功能很差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肝跟皮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為什麼會有關 其實剛剛衛醫師有提到 我們其實所有的腸胃道 他的血液其實都會回到我們的肝臟 所以當你肝臟在到了一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肝硬化 或肝臟功能很不好的時候 他會把下面的所有的 我們的靜脈灰溜的東西 全部都卡在那裡 所以變成說你的皮脹本來的 回流的血液也回不去 它就會卡住 它就會造成皮腫大的情形 但是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一般人 比較沒有辦法利用這個症狀來表現 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肝硬化的人 你就要小心減少痛症 因為很有可能已經有病 因為你已經腫脹這樣 摔得更容易破 對 尤其是你如果摔到左側的話 那個氣球大了 隨便摔就破 對 其實之前在醫院有遇過 也是肝硬化末期 其實他的腹部 就是真的像懷孕一樣這麼大 一個男性 肚如求大 其實這是剛剛提到的 腹水的問題 因為其實當你肝硬化的時候 其實你所有的血流 都沒有辦法注入進去 所以門脈壓是很高的 所以變成說 你所有的疫情就跑到腹腔去 導致腹水 那腹水其實就會導致很多 包括剛剛前面講到 胃口不好 或者是一些靜脈曲張等等的問題 其實這個北北 其實它到後來 包括肝腦病病也出現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肝臟是一個很重要 排毒的一個器官 所以當你肝臟不好的時候 其實很多毒素就往腦部去影響 那其實他在醫院 就是呈現發瘋的狀態 因為他其實病房 完全根本沒有電視 他就一直大喉說 為什麼要開電視 而且為什麼要開那麼大聲 甚至他一直覺得 因為他已經出現 幻覺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你會發現 還沒有走進他的這個病房的時候 你就一直聽到很大聲的 這種念佛經的一個音樂 因為他一直覺得 好像有鬼要來抓他 所以其實那個伯伯 到後來也沒有過幾天 其實他就走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肝臟 其實不是單單我們想的 好像說無聲的器官 其實當他出問題的時候 他影響的層面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等他發出生意經 是有問題的 所以剛剛明華提到 就是其實我們肝臟幫我們代謝一些毒 尤其像胺類 他如果說沒有辦法代謝的話 他阿摩尼亞累積起來 就是會產生肝性的腦病變 那他當然還是有些程度的差別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病人 他其實獨居一個老農民 然後他在家裡就是里長就發現 他怎麼一天到晚在外面罵人 以前這個伯伯是很內向的 他就會罵人 然後偶爾去看 沒有聲音的時候 去看他就是在家裡昏睡 他後來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因為地上高速度 就是他的大小便 就是他整個行為怪異 就把他送到急診室來 然後來的時候也一直在罵三字經 就叉 叉… 叉一直罵 那我因為意識不是很好 我們放在急救區裡面 連應那個阿摩尼亞五百多 非常的高 當然我們有幫他做過一些治療 這個就是肝脹功能不好的時候 其實代謝除了問題之後 產生有一些腦病變 所以我們經過把他治療之後 格林在去看他 雖然意識還沒有完全回復 可是他本來罵叉叉 那個已經變 就是燒蝦 真的罵太多了 本來三四斤要敢罵一個 魏醫師講這個真的非常經典 因為你會發現一個本來很直向的老婆婆 會變泼妇 真的她感到病變的時候 真的變得很凶 整個個性大變 變非常多 性慾變差 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的故事 就是一個太太她來看 她想要減重 因為她覺得她可能身材不好 先生在防釋這個事情 不是很積極 結果看完一半的時候 她先生去做了一個健康檢查 然後發現她自己有肝硬化的部分 因為肝臟機能差 就是會造成她的 男性荷爾蒙沒辦法活化 所以說除了像嘉醫師剛剛說 男性女武士 她可能會睪丸會縮小 或是性慾 或這方面的功能就會變得比較差 任何有癌智能 應該性慾什麼癌都一樣 她還沒癌 她肝硬化 因為她長期喝酒這樣子 酒精的確是會造成 影響到肝的一些功能這樣子 所以性慾變差要注意 對 性慾變差也不太多 有時候結婚太久也會 那不見得是肝 像我之前拍戲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心情其實也很重要 之前可能很累 然後作息不正常 所以我就有 逆流性十道嚴 然後我是會 邊拍邊吐 可是而且我的 就是我的劇組同事們 都一直說我的肝不好 因為他們說我水腫得很厲害 就是白天的時候我是一個胖子 就是臉很腫 可是到了下午就會瘦下來 然後就像剛剛醫生講的一樣 就是壓下去 我就會彈不起來 然後我像我帶挖鏡 人家都已經消掉了 可是我的挖鏡的那個 橫海在 橫海在 我大概要可能有時候最高 最高記錄到隔天 我的額頭都還會隱隱約約的 看得到 所以他們就一直跟我說 你就是肝 我覺得我們周邊的人 有時候也會給我們一些 錯誤的一些治療 是鄰居啊 對 他們就說 敗人 對 鄰居 沒有 我是朋友 他們就說你肝一定不好 然後再來我很愛喝咖啡 我是沒辦法接掉咖啡 我就是不吃飯我都要喝咖啡 那你這樣喝咖啡還可以睡十幾個小時 對啊 我睡前喝咖啡我沒有問題 咖啡是拿來助眠的 我是說你喝幸福感的 我們只要聽到咖啡兩個字就失眠 對啦 可以睡不著 然後起來喝咖啡 喝完繼續睡 蛤 對 我對於咖啡音是 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所以我才因為這樣 就是他們就一直說我肝不好 我應該把你的血拿出來 做安眠藥 所以我這樣是肝不好的 不一定 那個其實你講那個狀況 真的很多人 尋完不好就很容易腫 像局部的 像如果肝不好的水腫的話 應該是比較廣泛的 可是肝不好應該失眠吧 其實這真的很難講 肝昏迷就一直在昏睡 對 已經進去昏迷了 對 我就會一直想要 我起來之後很累 所以他們就一直跟我 就是種種跡象 他們說 而且你溺流性 逆流性食道也可能會造成肝不好 沒有 你如果起來是很累的話 你可能要去測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進入深層睡眠 但我指數都是沒問題 只是測出來是有血管流的這樣子而已 血管流跟你的肝功能一定關係都沒有 就是完全沒關係 完全沒關係 所以我真的 不是是我朋友在嚇我 所以我覺得周遭的人其實都會 灌輸我們一些不正常 不是不正常 你就去諮詢醫師好了 對 就是一定要問醫師 也許你的肝功能只剩下40% 你還要20%才會有症狀 對 真的啊 真的要試試講 我想我們 剛剛非常多醫師都講到說 肝臟會出現這些症狀 等到出現這些症狀都是不好的 就已經肝硬化了 初期的肝病真的沒有任何症狀 所以這要特別強調 所以剛剛黃膽是第一個 可能常常會看到 出現黃膽通常肝已經有點問題了 那特別要提一個皮膚會表現的 蜘蛛痣 什麼叫蜘蛛痣 蜘蛛痣就長在前胸 那這個看起來紅紅 按下去的時候那個紅點會不見 一放掉 又慢慢跑 那不是痘痘嗎 不是 痘痘嗎 不是 那它會不見吧 你假設你 肝好了它就會不見 因為這個也是因為 它是夜市給它點而已嘛 對 按下去會消掉 放下去又出現了 還有這種東西 對 但是小心就說 也不是說出現蜘蛛痣就一定是肝硬化 有時候是因為女性荷能比較多 也會造成 所以它肝硬化不是唯一的一個原因 男性女乳症剛剛提到 還有腹水 這腹水 還有我們看這邊靜脈曲張 遲到靜脈曲張 這破裂出血的話會不得了 還有剛剛皮脹腫大 這都所有的這些原因都是因為肝臟硬掉 所造成的原因 所造成的後果 還有就是下肢很容易出血 一碰到就會餘青 因為凝血因子大部分都是肝臟製造的 當肝臟不好的時候 凝血因子做不出來 然後皮脹很大 又把血小板吃掉了 所以凝血功能變很差 所以它撞到就黑色 像這個就是很厲害的肝硬化的現象 最後我倒是提一個 因為瓜哥剛剛一直提說 肝硬化是不會好的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說 它會好 那怎麼好 現在有藥可以治療 因為最近的事嗎 對 因為最近這幾年 以前我們都認為不會好 現在B肝C肝的藥出來以後 我自己在瞞著一個B肝的病人 他可以吃口服藥連續吃五年 完全好了 C肝以前沒有藥 可是現在有非常好的口服藥 吃三個月 居然病毒都完全不見了 它肝硬化也逐漸會好掉 至於說代謝性肝病不會好嗎 脂肪肝只要你減肥 藉酒它就好了 化學性肝病就是 你不要去碰到那些化學物品 不要碰到一些污染物 不要再喝酒 不要再吃藥物 我想它也是會好的 所以以前不會好 是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分類 現在分類病因非常的清楚 我們就要對症下藥 把那些傷害你肝的東西移除 自然就好 對 我剛剛講就是 過去停留在那個 就是肝的意思是 肝其實最好的藥就是休息 不要去傷害它 還有不要自己拆 趕快找醫師 這麼方便 肝真的好多 阿諾 你看你們兩個 我要趕快去找 我是找醫師 我找錯醫生了 我現在不知道要找 我跟妳講 妳不要去打破坦克 我沒有一個看錯的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假裝性功能抗禁 在現代社會 不是一個少見的毛病 大部分假抗的病人 都是由於自體免疫功能 出問題造成的 其實治療假抗 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要規則 而且長期的服藥 大部分的病人需要服藥 超過一年以上 另外在治療的初期 有一些高點的食物 要盡量避免 比如說像紫菜 海帶 另外像一些水果 比如說像芒果之類的 都含很多的點 要盡量的避免 當然在治療的後期 你症狀比較穩定的時候 基本上就不需要太忌口 另外像假抗的病人 很容易缺假 所以像一些高假的食物 可以多吃一點點 比如說像芭樂 或是羊桃之類的水果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以這些觀念 對抗假狀腱功能抗精成功 台灣人很愛吃花生 花生其實也有長壽果的美育 但是市售的烤花生 熱量都非常高 如果是或不帶殼的花生 其實也會含有防取毒素 所以我們可以改吃水煮花生 水煮花生富含纖維 可以預防便秘 另外它也富含類黃酮和濁酚 生這兩種抗氧化的物質 可以防止自由及攻擊我們的身體 降低高血壓和心臟病的風險 可是一天別忘了只能吃20顆喔